我在年轻时候 我33岁出了将军 那个时候跟我们同辈分 年龄也差不多了 发荣发死 现在都不在了 我讲经讲的这么一句 佛事门中有求别人 张安家大师教给我 下了讲堂之后 他问我 他说金空哈斯 你说的这句话 我有怀疑 我说什么话 佛事门中有求别人 我说为什么你怀疑呢 我求了三年了 没有感应了 我说你求什么 我说我求一个电冰箱 求了三年 一点感应那么有 我问他 我说秦教 你的道场注重多少 就他一个人 这我都不晓得 一个人注入魔法 所以一个人 后必要点冰箱呢 我以为你的 你的庙不小啊 人重挺多啊 我才晓得他一个人 住一个小房子 我说这你没有必要 佛不给你 我说我这么多年来 真有求别人 他说你求什么 我求经书 没有我求不到的 我想找一部参考资料 心里想着想着 就会有人送给我 只有一部书 时间很长 半年 有人送给我了 中观论书 我求第一部书 是时间最长的半年 通常求一般的 我所要的参考资料 大概都不超过三个月 就有人送给我 而且呢 版本都非常好 出乎我预料之外的 我是真有感应的 最近这个我求的年 不是为我 是为众生的 我求唐太宗的这个 全书之药 不为我 我这书对我 没用处 过学之药 这是去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的 我也不搞这个 这不是为我求的 这是为我求求的 有志愈 为王胜及决学 为万事开太平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 我为他们求啊 求到了 求到了 就赶快印 我这第四 印一万头 都要 资讯给 有志的年轻人 他们去学 我还是念阿弥陀佛 还是讲我的五乱寿经 不为自己 为别人 也能够求到 不过是也 真正是 富士门中 有求别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